她是甄嬛的头号中仆 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际上却十分心狠手辣 她就是甄嬛的白月光 刘珠 看似单纯无比的她 背地里究竟耍了多少小心思 她死后 甄嬛又为何会对她闭口不谈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说到刘珠呢 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幻僻了 同样作为甄嬛的陪嫁丫鬟 大多数人都讨厌幻僻喜欢刘珠 觉得她是个单纯的小可爱 甚至对她的死意难评 可真实的情况却是 刘珠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 剧中好几处都透露出了 她的狠毒和心机身 接下来咱们就来一点一点的盘 首先就是花岁事件 花岁呢 原本是妙姨娘子余嬛儿的丫鬟 余嬛儿被贬之后 她就被调到了甄嬛宫中做事 不过 因为惧怕华非一党的势力 再加上她本身就贪财 所以联合了华非一党的人 给甄嬛下药 事情败露之后 她一个劲的装傻充愣 企图能逃过一劫 此时刘珠站了出来 她向甄嬛提了一个 检验花岁忠心的办法 那就是 让花岁用手握炭火 只要她敢握 那就证明她对甄嬛是忠心的 这无疑是在把花岁往死路上逼 首先呢 就算她真的敢手握炭火 但她的手肯定废了 她身为宫女本身就是伺候人的 手废了以后 又如何能在宫中活下去 其次 这个主意本身就不靠谱 是在单纯的折磨人 毕竟真遇到个狠人 她直接手握了炭火 那刘珠又该如何圆场呢 这点就足以证明 她其实并不像表面那样人处无害 骨子里是藏着狠毒的基因在的 除了她对花岁事件的处理态度以外 她对身边亲近之人的态度 也足以证明她并非心思纯良之人 皇帝向甄嬛坦白身份时 刘珠就在当场 之后呢 她便一路小跑回到了岁玉轩 然后将皇帝冒用果军 盲身份的事情告诉了幻璧 此时的幻璧 正巧因为在宫中烧纸前 被曹贵人抓住了把柄 所以 当她从刘珠那里听到风筝以后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曹贵人 众所周知 曹贵人是个心机深的 在挑拨离剑上十分在行 之后她便故意在皇帝面前提起此事 并直言 果郡王是京中女子的梦中情人 然后呢 又戏称甄嬛在家时 肯定也是果郡王的崇拜者 皇帝本就多疑 在听到曹贵人的这番言论后 对甄嬛也是生出了几分芥蒂 还好 甄嬛聪明机智 再加上她有纯元滤镜加成 才及时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倘若是换了别人呢 只怕是早就被曹贵人拉下水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横祸 甄嬛又会如何处置自己宫中的人呢 虽然皇上那边是解决好了 但对于此事 甄嬛绝对不会轻易作罢 毕竟这很明显 是她身边有人走漏了消息 她不允许这种人继续留在她身边 结果甄嬛怎么也没想到 她查来查去 最后竟然查到了幻璧头上 而这正是刘珠的真实目的 人人都说相比幻璧 刘珠更懂分寸 但她为什么懂分寸呢 原因就是 她早就看出了幻璧的身份 这其中的猫女 她心知肚明 她与幻璧的朝夕相处 也让她看出了幻璧有想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心思 也预判到了幻璧有一天 很可能会背叛甄嬛 但她却不能直接告发幻璧 一是她没有直接的证据 二是幻璧和甄嬛的关系摆在那里 在此事上她若不能一举击中 那就很有可能会引起甄嬛的不满和猜疑 所以她选择了故意走漏消息给幻璧 然后借甄嬛的手去彻查此事 就算查到最后 甄嬛看在姐妹的情分上 不会重罚幻璧 但是心中势必会有一定的隔阂 这样一来 甄嬛自然就会更加看重流出 不得不说 她这手牌打的是真好 而在整个过程中 她从未考虑到 自己和幻璧一起长大的情谊 也可以看出她绝非什么善良之辈 除此以外 她的心狠 还表现在她对太监和宫女的态度上 甄嬛出入宫时 因为总是称病不见人 所以并不受宠 宫女太监们也大多是势利眼 对她多有怠慢 而后甄嬛得宠 引来不少巴结她的人 其中便有华妃的远房亲戚黄归拳 流出对他们不依不饶 直接将其怒对了一番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甄嬛出气 实际上却是借机抬高自己的地位 当然她的这一举动 也给甄嬛拉来不少仇恨 关于这点 甄嬛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而且按照宫中的规矩来说 刘珠的这一行为已经逾越了 如果是换作别的宫的主子 只怕她少不了受罚 不过 甄嬛看在刘珠 从小和她一起长大 平时又总表现出忠心耿耿的份上 并没有处罚她 这无疑呢 给宫女太监们透露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刘珠在甄嬛心中很重要 她的地位瞬间又上了一个层次 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刘珠 可谓是风光无比 只可惜花五百日红 特别是在尔虞我诈的皇宫中 当时的甄嬛还未经世事 对爱情看得十分重 以为自己在皇帝那里是特殊的 结果 却因为纯元旧衣事件失宠 纯元旧衣事件之后 等待着甄嬛的又会是什么呢 按道理来说 当时皇帝虽然生气 但对甄嬛还是存有几分怜惜的 如果不是她过于执着 那复宠不过是迟早的事 可惜的是 甄嬛太执着于爱与不爱了 这不仅影响到了皇帝和她的感情 还让她自己也病倒了 而她病倒期间 皇帝给予她禁足的处罚 危在旦夕之时 也没有太医来救 眼看甄嬛就要不行了 刘珠主动站了出来 这也是观众们对她好感度极高的原因 毕竟 谁不想拥有一个能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朋友呢 但是从刘珠之前的种种表现来看 这里她并不一定是抱着必死的心去的 她明白 甄嬛是她唯一的后台 倘若甄嬛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她自己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 为了能够给甄嬛看病 她冲向了侍卫的刀 或许她自己也没预料到 自己会因此丧命 总之 刘珠死了 甄嬛得以脱离险境 但是除了在得知刘珠死讯时 甄嬛表现出悲痛以来 以后的漫长岁月中 她便再也没有提过刘珠 这其中的原因呢 也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啊 无非就两个 一是刘珠确实是为她而死 再加上 两人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 轻易非比寻常 提起刘珠 无异于提起她心中的伤疤 因此 她选择避而不谈 再有就是 刘珠直到去世 都留给外人是中仆的形象 在外人眼里 她天真可爱 忠心护住 而且坐视有分寸 可甄嬛何其聪明 和刘珠朝夕相处多年 她又怎么会看不出刘珠的小心思 她深知 刘珠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所以才在刘珠死后 对她闭口不谈 怕的就是 刘珠做的那些事被扒出来 然后 落人画饼 这是甄嬛不想看到的 所以 选择用沉默掩盖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 刘珠不论怎么算计 怎么心狠手辣 但她自始至终 都没算计过甄嬛 她十分清楚 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能够摆清自己的位置 更没有想过 要碰甄嬛喜欢的人或事物 这点和幻璧相比 她确实很好 毕竟 幻璧多次吃里扒外 想和甄嬛平起平坐 就不说了 凡是甄嬛喜欢的 她都想参一脚 最后甚至借着甄嬛的小巷 嫁给了果郡王 而这两人 其实都没得到好下场 一个壮官而死 一个壮刀而死 正好映了刘朱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